大手加上小手大家分工合作 努力的将大台中地图上册 并且用粉笔彩绘 最后再合力的将地图拼装好 透过攜手完成的艺术品 一同庆祝港区艺术中心资料馆 重新启用 我们的典藏作品 这次呢 以过去的风源国小的校长 叶火城叶校长 他的所带领的风源班 因为他的风源班 基本有很多很多 都是我们大台中赫赫有名的 有画家 而他们的作品都在我们中部 美术家资料馆做典藏 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测了一个展 让大家认识叶火城 也认识他所带领的风源班 那日后呢 我们每固定的时间 都会做这样的主题测展 等待了一年 美术资料馆重新开张 现在变身以艺术家为主题的 地方特色馆 为了提高民众与艺术的互动 跳脱以往静态的方式 新增了多媒体互动设备 民众只要透过互动装置 就可以把自己与港区艺术中心的 景色合成照片 还能直接以电子邮件寄出 作为参观的纪念 就觉得寄到自己的信箱蛮有趣的 刚刚有使用 就是签名啊 还有纪念的那个 纪念章 还有 还有移动人物啊 等等 可以把它那个 寄到自己的信箱里面 就这样可以留纪念了 展示馆除了展示平面作品 以及立体作品之外 也会陆续的新增加艺术家的 手稿 话剧 老照片等物品 民众踏入欣赏展览作品 就像是进入时光隧道 除了感受艺术家创作的当下 也能更进一步了解艺术家的一生 就网上宣 台中采访报道